一面走向远道而来的好朋友 总统蔡英文与美国参议员布雷波恩 在总统府会面 这也是美国继众议院议长裴洛西 参议员马基之后 第三度国会议员访台 25号深夜布雷波恩搭乘UC35A专机 抵达台北松山机场 穿着一身黑白花衬衫的他 一走下飞机就身首相代表 我方接机的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佑点 握手寒暄 一到台湾他就在推特上发文 向中国呛下 布雷波恩提到 我刚抵达台湾是想给北京发信息 我们不接受霸凌 美国仍然会坚定维护全球自由 不会容忍任何破坏我们国家和盟友 维护全球自由所尽到的努力 一下飞机就活力全开 在与总统会面时 布雷波恩特别强调 美国与台湾共同维护自由的决心 布雷波恩是美国国会台湾连线成员 曾多次支持台湾参与各种国际组织 也多次支持各项的友台议案 最近更提出对台租借武器法案 致力维护台海安全 也为台美关系注入强行针 华选外山黄庄顺李明威 SNG小组台北报道